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 父亲的老师 前天吃午饭的时候,父亲正在看报纸 突然,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不是我的启蒙老师温塞佐·克罗塞蒂先生吗? 我以为他去世了,没想到他还现在 我要去探望他 我惊奇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大声说道 阿里科,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看望他? 报纸上的这则消息勾起了父亲很多的回忆 整个晚上,父亲都在谈论着他的老师 谈论着自己海地时的各种往事 最早的同班同学,已经去世的母亲 当年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正好40岁 他虽然对我们学生很严格,却十分疼爱我们 老师来自农村,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绅士 他也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一转眼44年都过去了 再见到我,恐怕他都认不出我了 我们明天就去看望他吧 父亲的老师住在孔多维 我们家以前的园丁的女儿就住在那儿 昨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 我们去了火车站,开始了我们的探访之旅 父亲看上去很高兴 他眺望着窗外的原野,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上学时的情景 还时不时地把胳膊搭在我的脖子上 火车终于到了孔多维 园丁的女儿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 他告诉了我们去科洛塞地老师家的路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位老师 在去老师家的路上,父亲不再说话了 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他有时摇摇头,有时脸上露出笑容 突然,父亲停下了脚步,说道 看,那里,那一定是他 果然,不远处有位老者正走在小路上 迎面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他胡须雪白,拄着一根拐杖 对,那就是他 父亲边说边加快了脚步迎上去 您,父亲一边摘下帽子一边问道 就是温赛佐·科洛塞地老师吗 老人也摘下了帽子 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 回答道,是的 父亲激动地握住老人的手,说道 请允许您以前的学生握握您的手吧 您的身体怎么样 我是特意从都林赶来探望您的 老师惊愕地望着父亲 他说道,很荣幸 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您是什么时候的学生了 您的名字是 父亲赶紧告诉了老师一切 老人低下头,默默地回忆着 我的父亲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科洛塞地老师 过了一会儿,老人缓缓地说道 阿尔贝托·伯蒂尼 是工程师伯蒂尼的儿子 住在孔索雷塔广场,对吗 对呀,对呀 父亲紧握着老师的手激动地回答 老师和父亲深情地拥抱在一起 请吧,请跟我来吧 老师说道 老师领着我们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老师家里 他把我们请进屋去 老师的房间虽然简陋 但却整齐干净 伯蒂尼,老师先开口了 啊,我记得很清楚 你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慈祥的妇人 我还记得你在教室里坐的位置呢 接着,老师又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下子都四十年了 你还记得我 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这些年来 也有许多其他人来我这里看过我 他们有上校,有神父 还有很多的绅士 老师问了父亲的工作情况后说 唉,大概你是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了 不过我真的很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来看我了 怎么会呢 我父亲说 您还很健康 精神也不错 您会长命百岁的 不不,老师回答说 我已经老了 身体也不听使唤了 我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 甚至连字也写不成了 有一次在批改作业的时候 我因为手不听使唤 不小心把墨水撒到学生的本子上 我实在抱歉极了 我知道,我将要离开我的学校 告别我的学生了 我真舍不得他们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师有些哀伤 过了一会儿 老师突然又用高兴的语气说道 伯迪尼,我要让你看一样 会是你大吃一惊的东西 老师慢慢地站起来 走到书桌前 拉开了一个长长的抽屉 里面装着许许多多 用细绳捆好的小包 每个小包上都贴了一个标签 老师从中抽出一张发黄的纸 把它递给了父亲 父亲接过去一看 天啊,那竟是四十多年前 父亲的作业 纸的开头的部分写着 阿尔贝托·伯蒂尼 1838年4月3日默写 父亲认出了自己儿时的笔记 他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父亲把我拉到他的身边 说 你看,这里就是你奶奶曾经给我改正的地方啊 你的奶奶总是替我把L和T描得粗大一些 她老人家很会模仿我的字 每次当我学习疲倦了,睡着的时候 她就会替我把作业写完 原来,父亲的老师一直坚持 把学生们的一份作业保留下来 标上序号 整整齐齐地按照顺序存放起来 这些就是她所有的财富 这样的话,她就会永远记住那些可爱的孩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最好的孩子和最坏的孩子 清楚地记得他们那时的模样 无论他们当时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不论是谁都一样很可爱 那么,父亲微笑着问 你还记不记得我过去曾经做过的恶作剧呢? 你做的恶作剧?老人也笑了 回答说,不,你当时还是很老实的 我真是非常高兴你能来看望我 父亲动情地说 我还记得母亲第一次把我带到学校去的情形 那一天,我的母亲很伤心 因为这是第一次自己的孩子离开她 她特别担心我会出什么差错 但当她把我交给您的时候 她彻底放心了 因为您当时把一只手贴在胸前 一只手做了一个手势动作 那表示您会照顾好我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老师,谢谢您 老师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他颤巍巍的手来 摸了摸我的头发 接着,他们又聊起父亲上学时的事情来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提议请老师去饭馆吃个饭 老师坚持说不去 但是,父亲竭力邀请老师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 老师说 您看看我这双老手抖得这样厉害 和你们一起吃饭 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有我在呢,老师 我来帮您 父亲回答道 老师点了点头,微笑着答应了 天气不错 老师锁上了门,说道 伯迪尼,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永远记得今天的 父亲搀扶着老师 我们走上了那条小路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家饭馆 老师坐在中间的位置 我挨着父亲坐了下来 饭馆安静极了 刚上菜 父亲就忙着给老师割肉 切面包 往碟子里加盐 喝酒的时候,老师双手捧着杯子 尽管如此,老师还是把牙齿碰得咯咯的响 老师的脸色渐渐的红润起来 声音也抬高了很多 突然,老师的酒溅到了胸前 父亲急忙帮老师去擦 不不,这怎么可以 老师感到很不好意思 接着,老师举起手中的杯子 严肃地说 来,亲爱的工程师先生 祝你和你的儿子健康 也为了纪念你那位慈祥的母亲 请干杯 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 父亲回敬着 握住了老师的手 大概两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饭馆 老师执意送我们到车站 于是,父亲就扶着老师 老师拉着我的手 我拿着他的手杖 走到街上的时候 我们听见旁边的小学里 传来阵阵的读书声 老师站在那里张望了好久 脸上流露出悲伤的表情 亲爱的伯迪尼 现在只要一听到孩子们读书的声音 我就会想 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我不能继续教书了 这种音乐我已经听了六十年了 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现在,我既没有亲人 也失去了孩子们 不,老师 父亲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老师,您也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啊 他们都散布在世界各地呢 我相信他们也一定还记得您的 不,不 老师悲伤地说 我没有了学校 也没有了学生 我就要活不下去了 请您别说这样的话 父亲说 不管怎么说 您这一生是有价值的一生 我们走进车站 火车就要开动了 再见老师 父亲说着 闻了闻老师的脸颊 再见 谢谢 谢谢 老师拉过父亲的手说 接着 我也亲吻了老师 我先上了火车 父亲刚刚要走上火车 又突然走下去 拿过老师那把粗糙的手杖 然后 把自己那根装饰着美丽花纹的手杖 递到了老师的手里 诚心诚意地说 请您拿着这个 就算是我的纪念吧 老师还想还给父亲 再取回自己的手杖 可是 父亲已经走进车厢 把门关上了 再见老师 再见了 老师在火车开动的时候说 愿上帝保佑你 我会再来看您的 父亲激动地大声喊 老师摇了摇头 仿佛在说 不会再见面了 不不 父亲说 我们还会再见的 老师用颤抖的手 直向天空说 在那里再见吧